今天来解答一下一些部落新手的疑惑 首先第一个问题 如何区分单头地狱塔和多头地狱塔 首先我们观察一下两个地狱塔的外形 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到 单头地狱塔顶上是一个圆环形状 而多头地狱塔顶上是一个带有几个孔的球形 所以想知道这个地狱塔是单头还是多头 看地狱塔的顶部就行了 地狱塔顶部是圆环形 那就是单头地狱塔 如果是带孔的球形 那就是多头地狱塔 然后第二个问题 如何分辨陆空坚固形联弩和对地形联弩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两种联弩的外形 我们仔细观察两种联弩就可以发现 陆空坚固形的联弩 它的弹药匣是比较往后倒的 而对地联弩的弹药匣则是弹起来了 简单一点就是 弓弩体形往后倒的是陆空坚固形联弩 弓弩弹起来的则是对地形联弩 然后就是第三个问题 波罗站如何查看对手的城堡是否有援军 我们来到波罗站点击侦查对手 找到对面城堡的位置 点击城堡 城堡上面有一行数字 前面的数字代表着兵种空间 后面的数字是可装兵种空间 说简单点后面这个数字是这个城堡可以装多少单位援军的数字 而前面这个数字是现在城堡装了多少援军单位的数字 它前面这个数字是0 那就代表着这个城堡里面没有援军 最后跟大家分享两个有用的小技巧 大家在实战中攻击对手使用低震法术和超级炸弹人的时候 使用低震法术的时候我们的画面会产生震动效果 使用超级炸弹人的时候也一样 超级炸弹人爆炸也会产生震动效果 这个震动效果还是比较影响我们实战观感的 如果大家不想要这个震动效果 那就打开右下角的设置 点击更多设置 滑到下面的屏幕抖动选项 切换成关闭状态 然后实战中使用低震法术和超级炸弹人的时候 画面就不会有震动效果了 还有屏幕抖动下面这个 即将被击败时自动使用技能 这个设置如果你没有开 那实战中你的英雄残血时 他的手上还有技能 如果你没有第一时间去及时开 英雄就算去世之后也不会自己开技能 相反如果你开启了这个设置 实战中英雄残血你没有去管他 他自己极限失血的时候会自动开启技能 这个设置对于守残党来说是非常的友好的